好,外门大学的各位同学们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课堂 继续来跟我一起学习和探讨管理学的课程 那么在前面两讲呢 我们先会学习了这个决策和计划 这都是管理者在企业活动当中 经常要涉及到的两类这个主要的管理活动 那么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决策和计划也好 它都有不同的层次 普通人我们也做决策也做计划 比方说你去买一个手机买个电脑 这都是决策和计划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的问题 那么对于企业的高管 对于企业劳总来说 他们也需要去做一些计划 也需要去做一些决策 相对来说呢 我们把这类决策和计划 常常就归入到这个战略的这个范畴来 或者叫战略性决策战略性计划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在前面两讲的基础上 继续学习这个战略和战略管理这一小讲 那么有一个段子 以前就说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管理咨询师 咨询公司 他们经常去企业做一些诊断或者咨询 那么有人就调戏这些咨询师 说当你走到一个企业 无论你了不了解他们这个企业的特征 企业的发展的历史现状 你只要抛出三个词 一定能够让这个在座的这个企业的领导也好啊 还有普通的员工也好 感到一种震撼感 那哪三个词呢 第一个词就是战略 第二个词是领导力 第三个词是文化 那么领导力跟文化 我们在我们这个课程后续的章节当中会讲到 为什么战略如此让大家感觉很重要 越可是呢 又经常是摸不着头脑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那么我们这一讲的任务啊 就是维绕着战略以及战略管理来学习一下 它的一些基本的内涵 这样呢 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个企业在实施战略 制定战略 以及调整战略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故事 好 那么既然啊 战略对于我们理解企业 对于理解企业管理活动 这么重要 那我们这一章呢 就维绕着战略 以及战略管理这两个核心的问题 进行一些探讨 那么这一章啊 我们主要谈三个小节的内容 第一小节呢 我们来对战略管理和战略进行一个概述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第二个小节 我们讲的是战略管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我们要去如何认识和分析 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所处的这种战略环境 所以这是第二小节的内容 那么到第三小节呢 我们可能谈一谈 企业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战略 怎么去选择某一种战略 那么不同的战略之间 它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有哪些优势或者是劣势 好 那我们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第一节内容 关于战略管理的一个概述 那么讲到战略之前啊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在第一讲的时候就谈到过 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先贤 有很多丰富的管理思想 其中啊 极大成者就是这个孙子兵法 那么现在很多这个西方的企业家 也把这个孙子兵法 作为他们学习和研究 企业管理经验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们知道孙子兵法 其实讲的是如何领兵如何打仗 那么它是一个战争的问题 是一个军事的问题 但现在这样如此竞争的这个商业社会里啊 我们看到不同的企业之间相互竞争 实际上它也存在着类似于啊 这样一个战争的关系 我们通常听到一个词叫什么 商战 那么孙子兵法当中 有很多为大家所熟悉的这样一种思想 比方说我们常讲的三十六计 这些三十六计啊 实际上就已经反映了一些 关于这个军事战略的思想 那么很多企业家 现在也把这些思想偷施过来 用到他们的这个企业发展的活动 和企业竞争的这个过程当中来 那我这里列举了三个三句话 那么在孙子兵法当中 应该是非常受大家所重视 也是很多同学可能比较熟悉 和了解的三句话啊 第一句话叫做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什么意思呢 说你打仗啊 你把对方打败了 打得他趴在地上 打得他跟你举白旗投降 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对不对 但是最好的状态呢 它不是这样子 不是说你用武力把对方解决了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不战而屈人之兵 你还没打仗呢 对方就已经臣服了 就愿意服从你的统治 服从你的领导 那么这对很多企业来说呢 也是很有启发的 我们知道现在有些企业 他实际上并不提倡 一些非常激烈的这种竞争 比方说我降价 比方说我占领你的市场 那么他用一些和平的手段 达到啊 这个 连跟对方联盟 或者说是让对方服从你的管理 服从你的这个整个的 发展的这种格局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这是一个 至高的这种战斗的境界 那么第二句话 大家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很熟悉 叫做什么 知己知彼 百战不贷 我不过往要了解自己 我还要了解对手 了解对方你的状态 那然后我们说怎么着 打蛇打气寸 对不对 我把你的关键的问题把握住 然后呢 我在跟你的竞争当中 我可能就会占得先机 那么我们第二节 讲这个外部环境分析 讲战略环境分析的时候 实际上就会谈到 怎么去知己 那么怎么去知彼 彼和己 哪些方面需要我们去了解 需要我们去把握住 那么这个我们在第二节 会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第三句话呢 也很熟悉 叫做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那么中国人啊 很讲究这种统一的 辩证的哲学观 所以我们说什么 你要把一个战争打好 或者说你做生意 你做管理 做企业 把这个企业 把这个事业运营好 需要同时什么 兼顾天地和人 三个方面的这个因素 那么天和地 它往往是一些客观的 不可改变的一种自然环境 或者说是社会环境 对他们来讲 企业相对来讲 是处在一个 比较被动的地位 它需要去尊重自然规律 那么最后一句话 讲的是什么 人和 你怎么样去跟你的员工 跟你的管理者 保持一个比较协调 和谐的关系 这也成为我们现在很多企业 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 我们国家曾经也提出过 这个建设和谐社会 建设社会 和谐社会 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也是充分证明了 这个人和 在我们社会发展当中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企业来讲 大家可能知道海底捞 那么海底捞呢 有一本书叫做 海底捞你学不会 其中它对这个海底捞的管理 海底捞的这种实践的材料 进行分析 发现海底捞成功的关键在于什么 在于这个领导跟员工之间 塑造起了这样一种 非常和谐的相互的关系 这样呢 这些员工在服务顾客的时候 他非常开心 最后顾客就会买单 就会认可 这个海底捞的产品啊 还有他的企业 还有他整个这个运营的方式 那么从孙子兵法 我们就给大家 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宏观的例子 然后呢 关于讲一讲什么是战略 我们知道战略它是从军事斗争当中 从军事学当中 演化出来的一个词 那么现在我们商业 我们管理 可能讲这个战略的东西 讲了反而会更多一些 那么第二个例子 这幅图啊 大家应该很熟悉 叫什么 田济和齐威王 赛马 那我们知道田济是臣 齐威王是君 他们呢 都有三种马 分别是上等 中等和下等 这个田济呢 毕竟是个臣 他的这三等马啊 每一匹马的这个实力 都比不上齐威王 同等级别的马 他的上马 也比不上他的上马 中马比不上他的中马 那下等马呢 也比不上这个齐威王的下等马 然后呢 他就跟这个齐威王赛马 每人赛三次啊 上中下 各赛一次 怎么赛都是输 那怎么办呢 他很困惑 后来有个人叫什么 孙并 对不对 给他提了一个建议 说你怎么 你要把这个秩序 把这个对战的格局啊 重新调整一下 首先第一轮 齐威王拿上等马 你就拿什么 最次的下等马 反正都是输 你就算拿上等马 你也输 所以你拿下等马 那你就啊 输了 第一局输了 0比1 第二局 这个齐威王拿中等马 这时候你干嘛 你拿你的上等马 你的上等马 虽然比不过 齐威王的上等马 但是比他的中等马 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第二局啊 田济就赢了 1比1 第三局呢 齐威王只剩下下等马了 田济是什么 中等马 他又赢了 2比1 反败为胜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 类似战略的调整 对不对 我们原来总想着 你出什么 我出什么 一一对应 那你发现 你总是打不过对手 那么孙斌 给了他这个建议之后 他的战略变成什么 我要针对性的 集中我的优势兵力 我的上等马 是最厉害的 那么我就用他来 对着你的中等马 我的下等马是最弱 无论跟你的哪个比 他都是输 那我就跟你的上等马呗 我输了也无所谓 对不对 反正都要输 这样呢 他就通过这样一种 战略的调整 赢得了赛马的胜利 这个应该是很多同学 很多朋友 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例子 那么 其实你按照这个例子 去看我们现在很多企业 它的管理活动 它的在市场上的经营活动 往往也有类似的 这样一个例子 有些企业 它推出一款产品的同时 会相应的推出 一个中端的 或者说是低端的产品 然后跟竞争对手 去相互的争夺市场 这个也是田击赛马 应该说在现代中国 现代我们企业环境之下 一个新的体现 另外一个 跟战略有关的例子 我们看这是一个棋盘 或者叫棋局 如果有喜欢围棋的同学 你应该非常了解 在这个下棋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什么 一招不胜 满盘皆输 什么意思呢 你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节点 某一个关键的地方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很有可能就带来 整个局势的 你可能原来赢着 那么如果一个地方 没做好 反而会输掉这场 这个对异 那么对企业来讲 同样是如此 我们很多很关键的 这个企业的失败啊 往往不是说 它这个企业 哪里哪里都做错了 而是就在一个节点上 一个小的问题上 那么做错了 从而导致它满盘皆输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孙子兵法 我们讲了田击散嘛 我们讲了围棋 无非是想给大家 传递这样一种观念 那么战略 它实际上是非常 整体性的 非常宏观的 而且呢 对于企业的发展 对于一个组织的发展 和成功 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 那接下来 我想跟大家分享 到底战略 它具有哪些特征呢 从我们刚才 给大家的几个例子 以及包括我们去分析 我们现在企业 一些战略的例子 我们发现啊 这个战略 它有以下这几个主要的特征 第一个什么 长期性 战略啊 它不是解决你明天吃什么饭 明天我卖什么东西的问题 它往往解决的是什么 三年 五年 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问题 那我们在讲计划的时候 也讲到计划 按照时间分 可以分长期性计划 和短期性计划 那么战略 显然它是一个典型的 长期性计划 好 第二个叫高层 战略通常是一个企业的高层 一个组织的高层 它去思考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现在讲国家战略 国家战略是谁在思考呢 我们习大大 对不对 是李克强总理 他们这帮 这个中央的领导人们 他们在思考 我们国家发展 要往哪里去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当然你也可以思考 但是你思考的这个结果 可能对这个国家的战略 国家发展的方向 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讲 这个战略具有高层性 第二个叫全局性 那么你研究 刚才讲的研究国家战略 解决的是我们中国 在21世纪 在这个信息化时代 在互联网时代 怎么跟其他这个世界上 其他国家去建立关系 去梳理自己的地位 我们叫自立于 自强于世界民族之灵 对不对 它是关系到整个中国全局的 而不是去研究 说你一个县城 或者你一个势力 怎么去发展 那些问题呢 是属于什么 属于县长或者市长 去探讨的问题 所以战略具有全局性 第四个特征呢 我们说战略啊 它具有指导性 战略制定出来 是干嘛用的呢 它不是说 我写下来写到文字上 放在了 或者说我印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读一读就完事了 它一定要对我们企业 或者说组织的实际的这种 活动要有指导意义 我们还拿国家举例子啊 我们中国有个什么战略 叫创新战略 对不对 我们要建设 创新型国家 那它就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啊 最近这个科强总理 在我们很多地方啊 去参观 或者去访问的时候 包括他在全国两会的时候 都提出了什么 我们要把鼓励更多的人 来形成大众创业 然后每个人都成为一种创客 这样一种文化 这就是战略发挥指导意义的 一个生动的体现 战略 它不是写出来 躺在那地方的 它一定要对我们企业的实际活动 产生指导的作用 那最后一个特质呢 我把它叫做什么 舍得 什么意思啊 我们所谓佛家 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什么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 一个人 一个企业 一个国家 它的精力总是有限的 在特定的时间段 它总是精力有限的 这个时候呢 它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 同时解决 所以我们说要有所侧重 对不对 我们看战略这两个字 战是什么 是打仗 对不对 是战争 战斗 是要集中自己好的精力 去干嘛 去跟对手拼杀 略是什么意思啊 省略 对不对 略调 也就是说战略啊 实际上讲的是两层意思 第一个 对于那些你很看重的 你很重要的东西呢 你要去集中自己的兵力 集中自己的优势的资源 去跟对手拼杀 第二个方面呢 有些东西你要去省略 你要去忽视点 你要去舍弃它 对不对 我们很多企业往往是什么 大而全 什么都想做 什么都想要 这个样的好处当然是 你看上去你的规模很大 对不对 你很多业务都有 但是往往在这个地方 也就犯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所有的都想要 结果是什么 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说我把我用舍得 来形容我们战略的 最后一个特征 那么既要舍 那么才会有一定的得 好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战略啊 具有五个基本的特征 第一个是长期性 第二个呢 是高层性 第三个呢 全局性 第四个 要发挥指导作用 最后一个就是刚才谈到的啊 要有舍得的这样一种哲学 或者说人生的这样一种境界 好 那我们认识了这个战略特征之后啊 要给大家一个具体的 这个企业战略的例子 那么沃尔玛 这是沃尔玛在美国 这个超市的一个图片 我们看到上面有些价钱 那么沃尔玛它 应该大家知道 是在美国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超市 那么在中国也有一些店 对不对 它的战略其实很简单 就是什么 低价每一天 要让每一个消费者 或者每一个顾客 在他店里买的东西啊 都要比其他的这个超市 要便宜 那我自己在美国访学的时候呢 其实也去做了一个 很无聊的比对测验 对不对 我到我身边 我们住的地方附近 有一家这个 其他超市 我们比方说叫A超市 那我进去看看 它产品的价格 后来呢 我们又开车到很远的一个地方 有一家这个沃尔玛 然后我去比较 同样的这个产品的价格 然后发现什么 它确实是要比我身边 那个超市的价格要低很多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记得买矿泉水 我们大概在沃尔玛超市啊 买一箱24瓶的那种 550毫升的矿泉水 价格大概在1.9到2.5美元之间 这是非常便宜的价格 对不对 那么基本上我们身边那个超市 要比大家价格要贵出一倍 所以沃尔玛呢 在这么多年 它做了很多的这个企业的活动 不光是产品的定价上面 那么我们发现 它还有个很经典的 贯彻它的低价战略的一个例子 就是它从来不请广告 从来不请明星做广告 它往往做一些广告宣传的时候 是什么 自己公司员工 比方说长得好看的年轻的帅哥 或者说漂亮的姑娘 他们出来跳个舞 拍个照片 就做广告了 为什么呀 这样能够节省广告费用 对不对 把有限的这个资源投入到 更多的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总是低价的这样一个战略和它的这种理念当中 应该说沃尔玛的成功也反映了这个低价战略 在它这个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取得的一些很重要的作用 好 那么战略到底包括哪些内容 我们刚才讲了有低价的战略 对不对 那么海底捞他的战略可能是什么 服务战略 高质量的服务 服务顾 对不对 那我们看战略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呢 我这里用了一个图给大家表现 那么战略它基本上涉及到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涉及到企业的运营活动 对不对 对于沃尔玛来讲 它的低价战略要涉及到它怎么去定价 怎么去销售它的产品 怎么去促销 怎么去做广告 这都是企业运营当中所必须要的一个活动 那么第二个涉及到竞争优势 当一个企业它有好的战略 或者有合适的战略的时候 它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什么叫优势呢 大家知道打篮球的对不对 打篮球的时候往往升高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不对 姚明跟这个比方说 我们说马云 他们俩打篮球 那谁占优势啊 一定是姚明占优势对不对 他又是专业运动员 然后升高又那么高 所以竞争优势就是什么 就是你比对手要强 你比对方要强 能够在竞争当中占到领先地位 我们叫做竞争优势 当一个企业它是战略合适的时候 它是能够获得相应的竞争优势的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沃尔玛的例子 它的低价战略 对不对 它比同等竞争对手 比其他超市的产品价格要低一倍 那结果是什么 大家肯定都会去 尤其是像我这样 穷人 对价格比较敏感的消费者 他一定会去选择去什么 去沃尔玛 对不对 去寻求那些更加低价的产品 好 那跟竞争优势相关的就是 这个顾客的价值 上节课我给大家讲过 我们有个很著名的管理思想家 叫德鲁克 那德鲁克就讲什么 企业有两项基本的使命 其中一项就是什么 给顾客创造价值 要服务于顾客 对不对 因为你企业做得再好 你的产品 你的服务设计的再精良 没有顾客来买 它一定是一个死的产品 对不对 所以说顾客 顾客价值来源于什么 也来源于你合适的战略 你的战略当中也要考虑 我的产品 我的服务 怎么样才能够给顾客带来价值 那还是拿沃尔玛的例子来举例的话 他的理念是什么 我的低价战略 能够把更多的这样一种利润 让度给顾客 让度给客户 这样就能给顾客创造价值 你省的钱 对不对 你这些省下来的钱 可以去干其他 更多有意义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种创造顾客价值的方式 那么以海底捞来讲 他强调对客户的这样一种高这样的服务 高这样的体验 也是给顾客带来价值 因为你觉得在就餐 在享受这个火锅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自己好像得到了尊重 然后得到了对方对你的这种认可 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讲到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 我们企业怎么运营 怎么去树立和维持竞争优势 怎么去赢得和创造顾客价值 那么战略的最后个内容 相对来讲是最具有同理性的 那么也是最为抽象的 我们叫做使命和愿景 使命和愿景 这也是大家可能去读一些管理学的书 或者是企业的案例 经常会碰到两个词 什么叫使命 使命啊 回答的是什么 我这个企业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说学校 大学 它的使命是什么 是教书育人 对不对 是培育适合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医院的使命是什么 救死扶伤 对不对 那企业的使命是什么 不同的企业理解是不一样的 有些企业理解使命是什么 我的使命就是创造更多的利润 说白了就是挣更多的钱 这是一种使命 对不对 那有的企业它的使命是什么 我要给我的顾客 给我的员工 创造更多的价值 跟这有关 这也是一种使命 对不对 还有一些使命 还有一些企业的使命叫什么 叫振兴中华 我要成为中国这种民族产业 民族企业 屹立于世界品牌之灵 这也是一种使命 那么不同的使命 它一定也会牵涉到企业 制定和实施不同的战略 第二个愿景 什么叫愿景呢 愿景这个概念 跟目标有点像 也就是说 一个企业 它希望未来十年 二十年之后 我这个企业成为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愿景 比方说我们知道 中国有两所大学 北大和清华 他们是比其他大学都要好 对不对 他们的愿景是什么 要建立什么 国际一流大学 能够跟世界上那些 哈佛牛津剑桥 跟这些学校 能够在同一个层次上对话 能够在同一个层次上去竞争 这就是他们的愿景 相对来讲 可能 大家可能了解的 这个南翔技校 他的愿景是什么 他的愿景一定不是成为 能跟北大清华那样层次的 这种国际一流的研究型的大学 他的愿景可能是什么 培养出更多的工程师 培养出更多的 能够很好的操控 挖掘机的人才 对不对 所以不同的企业 他的愿景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组织 他的愿景的设计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些都会带来 我们战略的不同 那么 对于使命和愿景呢 我下面找了几家 我们中国啊 有典型意义的企业 他们的使命和愿景 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是海尔 我们知道海尔最早是什么 做冰箱 做空调 做电视 做这些白色家电器身 现在呢 他的这样一种产业格局啊 越来越往大的方向去铺开 做很多家庭的智慧家居都会涉及到 我们看他的使命和愿景 他实际上是写在一起的 他说我要致力于成为行业主导 那讲到他的行业地位 对不对 用户首选 讲的是用户的选择 第一竞争力的美好住居生活解决方案服务商 你发现这里有个什么变化 对不对 他不是把自己界定为一家生产冰箱 空调 电视 手机等等 其他电器的这样一种制造商 他把自己界定为一个什么 叫美好住居生活解决方案服务商 他提供的是一个整体的服务方案 对不对 相当于是什么 他不再卖家具了 他卖的是整个房间装修的这样一个方案 装修的风格 我曾经去韩尔的这个产品的空间里头参观过 他发现 你发现他什么 他有很多类似于我们卖房子的样板房 样板的卧室 样板的客厅 里头基本上都是韩尔自己的产品 或者是他旗下一些企业的产品 他就给你传递一个理念 用我这些已有的产品 我可以搭建出一种独特的 这种生活的服务的方案 那么这是韩尔的使命和愿景 第二个 大家可能平时生活当中最常用到的网站 百度 他的愿景是什么 让人们最平等快捷的获取信息 找到所求 这是跟他其实的这种本身的功能和他的作用密切相关的 那么让你什么 能够越快越平等的 检索到任何你想要的消息 当然这可能在中国还是有一些独特的地方 那么百度他现在也做一些其他的产品 我们知道 比方说他做盘 云盘 对不对 他也做音乐 实际上他这些新的产品的开发和发展 已经在不断的拓展 他的这个使命和愿景的表述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个百度 李彦宏 有可能就会对他们的这个使命和愿景 进行一定的修改 那么囊括这个企业发展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向 第三个大家也很熟悉的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 那么他的愿景和使命是怎么说的 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我们知道阿里巴巴淘宝网是什么 它是一个典型的B2C 商家可以在那边开店 那么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者可以在里头买东西 对不对 是让商家和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 而且你不用去商场 不用有一个实体的固定的店面 对不对 那么这是他的这种使命 他的愿景是什么 让客户相会 工作和生活在阿里巴巴 并持续发展最少102年 大家觉得是什么 首先除了我刚才讲的 让这个消费者和商家 在这个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上 去完成他们的工作 完成他们的交易 建立某种意义的联系和友谊的这个之外 另外一个你发现他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说让大家要持续发展最少102年 大家知道为什么是102年不是100年 我们经常讲建设百年老店 对不对 这个马云对102的解释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他说102年啊 包含一个世纪 以及前一个世纪的最后一年 和下一个世纪的第一年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阿里巴巴 或者说是阿里巴巴的客户 至少要发展三个世纪 所以他不是建设百年老店啊 讲102年 实际上他的目标在于什么 建设一个300年的老店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愿景 我们也祝福阿里巴巴 能够完成他的这样一种使命 对不对 当然我们看到 无论是海尔还是百度 还是阿里巴巴 在这个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也在不断的调整 修正自己的这样一种发展的路线 那么海尔 尤其海尔就很典型 对不对 他最早开始就是做家电 那现在他可能是什么 解决方案 对不对 那么百度从搜索 也扩展到其他可能的应用 可能的服务 阿里巴巴最早就是这样一种平台 那么大家去你买我卖 这样一个关系 现在我们知道他有很多 有支付 对不对 然后也有一些社交的应用 所以这三家企业 作为中国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企业 或者说比较知名的企业 他们也在自己的战略发展道路上 进行一些选择 进行一些调整和修正 我们也说实话 也衷心的祝福这些企业 在我们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更多的创造价值 给顾客创造价值 给我们这个国家 带来一些优势 好 那么 这个图大家可能在以前的授课当中 已经很熟悉了 对不对 一个金字塔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设计了这个问题 原因我也大概的说过 金字塔大概是最能够反映 当前很多企业这种组织现状的 这样一个图形 我们看了 我们区分成 按照这个金字塔的图 我们可以把战略分成三种主要的层次 第一个叫什么 企业战略 也就是说整个企业集团 整个大的公司 它整体的战略 第二个是竞争战略 那可能是它在 专门正对于跟竞争对手 在市场上怎么去立足 它的一种战略 我们叫竞争战略 这个呢 我们在第三节会做一些讲述 下一个层次 也是最具体的 我们叫做职能战略 那我们知道一个企业集团 尤其是大型的企业集团 它往往有很多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这种 我们叫functional unit 功能性部门 或者职能性部门 那每一个部门 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战略 比方说市场营销部 它可能它的战略是什么 迅速的抓住市场 抓住客户 对不对 那财务部呢 它的战略可能是什么 我要严谨 对不对 人力资源部 它的战略可能是什么 我要挖掘和培育 最能够适应 我们企业发展的顶级人才 所以不同职能部门的战略 它还是不一样的 那有一些企业 可能规模更大 它实际上有 不同的业务部门 那么他们业务的战略 也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 腾讯 QQ 和微信 这都是大家现在 非常非常熟悉 和经常使用的 两类主要的社交媒体工具 应该说现在微信的影响力 似乎要更强一点 对不对 反正至少对我 这样的80后 甚至包括我们的很多70后 那么都在使用微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交流的媒介 那在我以前上中学的时候 包括 我不了解啊 可能现在是不是一些 更年轻的朋友 还会流连 这样一个QQ的 或者说 这个小企鹅的 它的一种应用的状态 但我们很明显的注意到 这两个工具 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对不对 QQ它好像是一个 更大的生态圈 那么有读书 有音乐 有这个游戏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内容 我们经常点开 QQ下面那个小链条 工具箱出来 发现它有很多的 很多的功能 很多的内容 微信呢 相对而叫更加聚焦一点 除了跟朋友聊天之外 我们可能还有一些 公众号的阅读 然后发朋友圈 它相当于是推特 对吧 相当于推特 这样一个工具 但是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啊 这两个工具 虽然有所差别 但是它们都是一家公司的 对不对 都是马化腾 马化腾的腾讯公司的产品 对不对 那 这两个产品在一起 它们本身的职能的战略 或者竞争的战略 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QQ它可能更多的去争取 类似于游戏 我们知道QQB啊 QQ空间啊 等等 去争取这一类的客户 那微信呢 可能更多的争取是现在 在社交 在社交媒体 在社交世界 这样一个格局之下 不同的客户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产品啊 上升到企业的层面 上升到腾讯 它的这个企业层面的战略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它整体的战略 最高层的战略 实际上还是一致的 什么呀 那就是什么 建立一个互联网的生态圈 把你们 把普通人 把你们平常 上网可能会用到的东西 都纳入到我们腾讯公司的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我们就赢得客户了吗 然后就实现了企业的发展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两个例子啊 也能够帮我们来理解 企业战略和我们竞争战略 以及职能战略之间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好 那么下一个问题 关于战略管理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不同的战略 战略的内涵 战略的内容 对不对 战略的特性 那么战略大概有哪几个过程 很简单 其实是一个四部曲 第一步呢 是什么 是要分析 我们刚才讲了 要知己知彼 百战不但 你制定什么样的战略 实现什么样的战略 通常第一步都来自于 对自己状况的分析 以及对行业 对这个市场 对竞争对手的分析 好 那么这一块内容呢 实际上我也会在第二节 战略环境分析当中 进行具体的阐述 第二个是什么 你分析之后 你要做出选择 对不对 我到底是选择 低价战略 还是选择高价战略 还是选择高这样的服务战略 对不对 我要选择一个 适合自己现状 适合我未来发展方向的 这样一种战略 第三个是吗 有了战略 我不能空口 空口说说 空口喊喊口号 我要具体的去实施和执行 所以第三个环节叫战略的实施 第四个环节 实际上是贯穿于整个过程当中的 怎么去对战略进行控制 那么我制定了这个 选择了这个战略之后 制定了战略 然后去实施的过程当中 有些时候 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活动 可能会跟战略发生什么 偏差 对不对 你发现原来在这条路上走着 现在可能有一个岔路 这个时候 战略控制就要起到作用 要及时的把我纠正回来 拉回到原来有的那条正确的道路上 这个是叫做战略控制 那么战略控制 它通常是贯穿于战略分析 战略选择 战略实施 这样一个整个的 循环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说 这样一个循环之外呢 它有没有一个核心的东西 那当然当然是有 它核心是什么 使命和愿景 刚才我们讲了 阿里巴巴 百度 韩尔 它都有自己的使命和愿景 对不对 那么它在进行战略分析 战略选择 战略实施 以及控制的过程当中 不是我们漫天 漫无边际的 去选择一个战略 对不对 我今天一拍脑袋 发现 可能A战略适合我 那我就执行A战略 过了两年 我发现不对 好像B战略更适合我 那我就选择B战略 不是那么简单 它一定有一个 准神样的东西 你知道吗 指引着这个企业 以及企业的高层 它去选择 到底什么样的战略 我们应该采用 那这个准神 就是我们讲的 一个企业的使命和愿景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企业 我想成为未来 有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是最关键 最核心的一个内容 好 那么 请大家记住这个模型 我们讲的战略分析 战略选择 战略实施 和战略控制 这样一个过程 它们一定都是围绕着 或者说在企业 确定的使命与愿景的 指导之下进行的 好 那么 最后一节呢 或者说最后一个内容 也是这一节 要给大家去分享的 那么我们现代企业 有一些新兴的战略出现 因为我们很多 大家了解的 传统的经典的战略 后面我们会在内容当中 涉及到 那这一页 这一页片子 实际上给大家讲的就是 现在我们在这个 当前的 社会格局之下 有哪些新兴的战略出现 并且被企业选择 第一个就是 国际化战略 这个呢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啊 其实可能 更加容易理解 我们经常讲 中国企业是什么 走出去 引进来 要跟国际社会 跟国际世界 统一的游戏规则对接 所以国际化战略 我们看到 无论是海尔联想 华为 阿里巴巴 小米 包括美的 格力 这些中国企业 他们都在 进行不同程度的国际化 那么国际化 实际上是有一个 不同的层次的 我把我的产品 卖到国外去 这也叫国际化 我在国外设立一个厂 那也叫国际化 像联想这样 去收购国外的一个 公司的部门 最后他把联想的总部 都设立在美国 他也是国际化 对不对 我们后面应该 也会有一张 来专门探讨 到底这个企业 如何应对 国际化的格局 国际化的管理 第二个叫 互联网战略 那现在这是一个 很热的词 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家 对不对 怎么样去利用互联网 我们知道 在互联网的环境之下 整个世界 都联系起来了 所有的消费者 用户 企业 还有生产者 以及整个这个流 这个通道上的所有人 都能够非常方便的 联系起来 尤其我们现在叫什么 移动互联网 对不对 微信也好 手机也好 让所有人的距离 都变得越来越短 那么企业如何利用 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互联网战略 也是现在很多企业 在思考和面临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呢 也是最近两年来 提出了一个新词 叫平台战略 它也被评为 20142015这两年 可能影响中国企业 管理实践的 最重要的一个词之一 那我们平台战略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来我可能 就是生产产品 对不对 我采购原材料 生产产品 然后卖出去 卖给消费者 然后我挣钱 这是一个过程 那平台战略 我可能不一定要 生产一个具体的产品 我什么 我去搭建一个平台 好像是我搭建一个舞台 然后呢 我请不同的演员 上来唱戏 对不对 唱完戏之后 我同时下面有观众席 我请来 普通的观众来看 看这个戏 然后又付门票 那么这个门票呢 我肯定不会全部 收为我自己所有 对不对 我要分一些给演员 因为你们来付出劳动了 你们来在这地方演出了 我要给你一定的报酬 但是真正的 这个收入的大头 往往是平台所有者占有 因为什么 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 只有我提供了这个舞台 你才能有演出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这叫平台战略 那么我们可以 这下面有个图啊 比方说 现在很多企业讲平台话 然后它会涉及到多元化 开放化 全球化 专业化 这都是现在非常非常时尚 或者叫非常新颖的一些战略思想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也可以进一步的去挖掘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 很典型的平台战略的例子 那就阿里巴巴 淘宝网 它是什么 它实际上它没有自己的产品 对不对 淘宝网它不出淘宝手机吧 也不出 也不出一个什么 比方说淘宝的工具 对不对 淘宝的什么服务 对不对 它实际上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 让卖家和买家 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易 进行沟通 所以阿里巴巴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 平台战略的实施者 好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围绕着国际化 互联网 平台战略 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阅读 那么 到这为止 我这一节要给大家做的 这个战略管理的概述 基本就已经把所有内容都 都给大家交流了 那么我们去认识了战略 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对不对 它具有哪些方面的属性 然后我们看了战略管理的 它的内容 对不对 我们可能有 使命与愿景 精英活动 竞争优势 顾客价值 这是四个跟战略有关的 基本的内容 然后我们看了一些 具体企业的战略的例子 比方说这个 沃尔玛的低价战略 海底捞的高服务战略 然后我们又看了 战略管理的基本过程 这是上一张图 给大家讲过的 战略的分析 战略的制定 或者选择 战略的实施 以及战略的控制 那这四个环节呢 都紧紧的围绕着 企业的使命和愿景 来执行的 好 那么这一讲 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就到此为止 下一讲呢 我们下一个小节 我们将具体去看一看 企业如何进行 战略环境的分析 好 欢迎大家继续 聆听我们这个 管理学战略管理的课程 谢谢大家